你知不知道 这命不是你自己的 这命是我给你的 你知道吗 你随随便便的 你就想送给人家是吧 那送之前 你怎么不问我一声 你怎么不问问我 我同不同意呀 那我是最希望你幸福的 少爷 我们再打一个赌 赌什么 就赌谁更幸福 用一生去赌 打个比方说 兵杰现在有一个 出国深造的机会 将来他回来就是 国际著名的舞蹈家 你让不让他去 孩子们有前程 就让他们笨去 那桑妍要是真不回来了 你怎么办 小庆 你是姑看着长大的 你心里那点花花肠子 姑看得很清楚 你是不是盼着 我们家桑妍出国 你在崔婷婷那儿 就好有机会了对吧 姑 你看你说 你想哪儿去了 姑想错了 你真想错了 我觉得不可能 你就没盼桑妍好过 姑 你真想错了 我有那么损吗 我想的是 你说桑妍要出国回来了 她要是当个大老板呢 不是 我是她哥 亲表哥 那她看您份 她不得提携提携我 这倒还像句人话 还有事吗 没了 那你回去吧 那我走了姑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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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有什么事呢 这萝卜不能这么放 大炮 你干吗去啊 什么呀这是 大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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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吗去啊 裴助理 你可真能藏啊 得了这么重的病 你都不好好看 我看了 我这不吃着药呢吗 你放心 我传不上你 少说这个 我现在是明白了 你为什么这么着急 让桑妍出国 我要让她知道她妈得了什么病 大炮 我求你了 你让我儿子踏踏实实出去吧 你别再闹了 别捣乱行吗 她妈都病成这样了 她有心地出国度金吗 你养人不是为了养老子吗 你养了一个少爷 大炮 你敢去 我今天还就敢去了 大炮 你倒是敢让桑妍知道 从现在开始咱俩就是仇人 咱俩势不两立 以后咱俩见面一次 咱俩就打一次 我还就不信了 奶奶呢 大炮 大炮 我从来都没求过你 我求你 我求求你 你让我儿子过上仇人头地的日子 行不行啊 大炮 明天晚上我准备了一桌饭 你带着兵杰来吧 到时候该说什么 你自己心里应该清楚 今天大炮 听听妈 我 你们能来我特别开心 特别高兴 我家桑妍呀明天就走了 就算大家伙凑在一块给她送个行 这孩子呀也是去奔她的前程去了 希望将来桑妍呀你有大出息啊 来 咱们一块端个杯 来 来 一块端个杯 来 妈 好 听听妈 来 谢谢 谢谢 来来来 值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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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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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日子高兴点了 就是就是 你看桑妍 这么多人都盼着你有出息呢 将来出去给妈争口气啊 听说在外边学习三年哪 十四年 排得实习一年 你高兴点 她明天不就走了 大伙吃菜 厨房还挣着一锅螃蟹的 对对对 吃菜啊 桑妍 带个头 吃 我来 桑妍 我敬你一杯 你将来要发了大财啊 千万别忘了你表哥 我明天送你 不用了 桑妍 带什么 根就干一干 我不会喝酒 这小子 那我怎么喝呢 来 我陪你呢 来 我给你来一个 谢谢 谢谢 桑叔 来 那你小子来一个 妈多吃点啊 我端拔一下 好 好 好 来 吃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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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多着呢 听听妈 谢谢 谢谢 好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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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叔 那个 能不能跟我妈说说 别让我走了 为什么呀 我不想离开我妈 我怕我走了 我妈一个人受不了 其实我也不想让你走 老叔 那你跟我妈说说呗 你以为守在你妈身边就是孝顺 你要是放弃这次出国的机会 她能气死了 你听我说话了啊 你妈和别人的妈不一样 我知 你听我 听我给你打个比方 你妈就是头母狼 你就是那小狼崽子 刚学会了逮兔子 他就要把你轰出去 知道吗 他盼着你有出息 盼着你出人头地 听我 孩子 你妈把你拉着这么大不容易 他不求这么回报 他就得点心思 知道吗 爸 我得回学校了 晚上还得排练呢 他这旁爷 你这 再见 别 行 行 旁爷来了啊 我在想 过了几年 等你学成归来的时候 你可能会变一个人 你觉得我会变吗 那可说不准 我想 拜托你一件事 说吧 已经一个月了 月晓风没有给我来信 也没有给我打电话 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联系挺多的 可他最近好像特别忙 我想让你帮我看看他 是不是没好好上学 你在外面没日没夜地打工 我明白 我明白 我知道你不放心的 想让我替你看他一眼是吧 你能不能去找他一趟 我怕他累坏了 你要是不愿意 就算了 没有 你放心好了 我会告诉你消息的 谢谢 跟我还客气 那 祝你 一切顺利 老龙 你没吃药吧 吃什么药都不管用了 来 喝点水 不喝了 桑爷 你这一出去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 能回来了吧 朗朗 你放心吧 只要我一放假 马上就回来看你 傻小子 那么远 那能想回来就回来 姥姥怕事 等不到那一天了 姥姥 桑爷 有件事 姥姥给告诉你了 你说 当年 你妈没赶回去 是姥姥和舅舅 对不起你 你不能赖你妈 姥姥 当年的事你就别提了 当初 你妈从农场出来的时候 正赶上你老爷 快要延期了 就把你妈接到医院 见你老爷 见你老爷最后一命 送完你老爷 你妈当天 就急着赶回去找你们 老 这我都知道 我妈回去晚了 就在那一夜 我妈就没了 那是你大舅 把你妈骗到一个地方 给你老爷 你老爷 我的天 我来不来 服务 我晴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收拾收拾吧 我们到了地儿 才想起来没带东西 那就来不及了 你干什么呀 你这还没跟妈和姥姥分开 你哭什么呀 没出息 你就那么想让我走啊 废话 我看你是想甩掉我这累赘 是 我是想甩掉你 我一个人想干嘛我干嘛 你做不了我的主意 明天我不走了 为什么 我说我明天我不走了 咱们不是说好的吗 随你怎么说 我看你明天敢不走 咱们不是说 lång天不走 咱们不是说 好 好 好 你把我走 放我 不走 放什么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呀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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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门呢 妈 妈 我不想你 我不想离开老婆 妈 我走了水平 我以后再也不让你生气了 妈 妈 我错了 你走 你走 你在国外部昏出个人眼 你就别回来见我你 我没有你养老 你别回来 你给我拿走啊 你怎么那么狠心呢 你走 少爷 瞧瞧吧 你姑的心多狠哪 我估计啊 她是天底下最狠的妈了 妈 你说桑妍出国是不是就不回来了 嘖 能回来吗 这小子就是一白眼狼 大小子就想离开他嘛 但是一走 我还觉得挺没意思的 桑妍 走吧 再不走就无机了 啊 妈 你要照顾好你自己 一定要照顾好你自己 你一定要照顾好你自己 走吧 好 再一遍 走 走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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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空 pped 在是奇妙的 你不讲解 是 你愿意吗 金生 我想回去 回哪儿啊 你知道的 是那个 让你魂牵梦扰的地方 行了 我已经跟你解释过了 因为我熟悉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 有利于我事业的发展 你的心思 真的是放在事业上 你比我明白 那好 就算是我求你 带我回去 我已经按你说的 开始行动了 还不够 我一定要亲眼看一看 那个女人 到底是怎么生活的 说点儿啊 三婴不在 竟然又是星期六 你和我们一块吃吧 不了 嫂子 嫂子 我还正想跟你商量呢 打今儿起啊 我自己单吃了 这厨房我也不进了 你们用吧 干嘛呀 把厨房让给我们了 你到哪儿去吃饭去啊 哎呀 嫂子 我买了一套新的锅饭条盆 都在自己屋里凑合凑合得了 树莲 是不是你哥 又跟你耍混蛋了 帮你他 有事我跟他急一去 没有 我一个人吃清净了 哎呀 对了 嫂子 这两天 你能帮妈喂药吗 行 有话就说 在家里 他怎么跟个贼似的 更年气啊你 咬的声就不行啊 我说啊 他刚才干嘛 跟你分盘子分盘的 管这么宽干什么呀 人家跟你在一起吃 你显然人家占你便宜 这分来你又问 小点什么就不行吧 哎 你没发现这段时间 特别奇怪 但是又躲我又躲你 连咱妈她都躲了 到底什么情况啊 她是你妹妹 你问她去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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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我知道你不想要我了 你说什么呢 把我一送老了 没人看见你了 想干嘛干嘛 就那么想让我走 我看你是想甩掉我这雷坠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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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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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你叔公特意给你准备的房间的 你来之前不许任何人进来 真没想到 你叔公会这么喜欢你 当然啊 你叔公说了 只要你大学一毕业 马上就给你办绿卡 让你在这儿定居 我还得回去呢 傻孩子 你知道多少人想留 还留不下呢 那我也得回去 我妈还在国内呢 桑妍啊 你知道你叔公多喜欢你吗 在昨天晚上的酒会上啊 我看他 看你那个眼神啊 跟看别人都不一样 楠楠 桑家后代怎么全是女孩啊 是啊 所以啊 你是我们桑家的宝贝 好了 不跟你开玩笑了 哎 跟你说正经的啊 在你来之前呢 你叔公都跟我们商量好了 你今后的钱 那时候不早了 三爷 旅途劳顿 明天还要办入学手续 啊 早点歇着 对 早点休息啊 爷爷奶奶 你们也早点休息 哎 好 好 爷爷奶奶奶晚安 哎 晚安 我说 她是跟孩子说清楚了好 哎 慢慢给她解释吧 她现在心里装了她妈 老太婆啊 嗯 感情的事 是不能硬来的 慢慢地让她淡忘 婷婷 婷婷 哎 哎 婷婷 婷婷 你这两天怎么老躲着我 没有啊 我这两天都上夜班 白天都睡觉呢 不诚实 你妈都跟我说了 你白天上班 你妈还跟我说你 好了好了 你到底要说什么啊 哦 我想跟你说晚上吧 我想带你去吃大餐 你 你请客呀 哎 相当于吧 我爸一特好的哥们吧 二回 然后喜事晚上办 哎呦 我爸大出血啊 给了一百块钱 一百呀 所以呢 你要带我去吃 那不吃白不吃啊 啊 但是去了呢 你就必须说是我的未婚妻 啊 我相信咱们四个人 四张嘴 一百块钱吃灰 那相当没问题了 太小倩 我就是饿死 也不吃这种饭 哎 对了 你什么时候能把你这 贪便宜的小毛病改改啊 你这人就 那我就完美了呗 再把你自恋的毛病改改啊 那更完美了呗 哎 不是 那你到底去不去啊 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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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回家捣着捣着去 你别后悔啊 你别后悔啊 阿姨 喂 婷婷啊 新年来信了吗 没有 她就是刚到美国的时候 打个电话回家 报个平安 我还没赶上 哦 那她放假回来吗 放假就回来 那 哎呦 那得花多少钱呀 现在机票可跪着呢 一来一回 够吃好几年肉的了 不如留着买肉吃呢 那她多久才能回来啊 呀 也得上完学 三四年吧 想我们家丧严了吧 想她你就给她写信呗 回头阿姨把那地址给你 啊 那我进去了 嗯 阿姨再见 哎 妈 灵儿 啊 妈 嗯 我看您今天精神真好啊 我跟您倒北水吧 嗯 妈今天 精神统还真好 嗯 嗯 把你哥 他们都叫过来 妈有话 要跟你们说说 哎 往我这就去啊 嗯 哥 嫂子 哥 这是要出门啊 有事吗 咱妈让咱都过去 说跟她说点事 有什么事啊 马上回来再说 今儿我们场更晚二婚 请客吃饭 哥 我真的觉得咱妈 咱妈今天不太正常 我我怕万一 对 这老太太是有点不正常 这精神头啊 比往常足多了 这中午 好家伙啊 拉住我们家小庆的手 说一段三十年前的事来了 哥 嫂子 你们能不能不去了 要是 啊 就是 要不咱别去了 我觉得这老太太好像还真是有点 真是有点什么呀 回光返照是吧 你说什么呢 要不怎么说你们女人头上见识短了 这老太太本来没什么事 也得让你们咒死 你这人怎么这么说话 这一百块钱 礼金都送出去了 不吃快能行吗 那不是亏大不了 哎呀你们行了 我这 我是为了等这顿饭我重饭我都没吃 饿死我了 快点快点 迟到了 妈 你瞧这爷俩 嫂子 那你们就早点回来吧 妈这儿有我呢 哎 哎 帘子呢 嗯 爸没别的事儿 人家给你送钱来嘛 都不要给钱拿着 爸我不要 我上个月的钱还没花完呢 有骗吧不是 你瞧这一星期没见熟的那样 哎 省吃点用给谁啊 那岳小峰还没来些啊 舍不得花钱就为了给他呀 没有爸 你别瞎猜 练武多辛苦啊 要补营养 注意身体 知道吗 嗯 别老把钱给那岳小峰 我老觉得他梦里呢 爸 不说 不说 嗯 那我回去练武了 你 不想起好多当年的事 你跟桑妍她爸爸 妈那么反对你们 妈让你受苦了 妈 什么成骨子烂芝麻的事 您怎么都想起来了呢 是 妈 对不起你 妈 这说什么呢 妈后悔呀 桑妍 本来可以不出去的 你们娘俩应该在一块 妈 妈 您可别激动啊 您哪难受您告诉我 哪难受啊 妈 啊 妈 想看看桑妍 妈是 见不到了 妈 您别吓我 我得送您上医院 送您上医院 您上医院 大胖 裴总啊 我正准备谈生意 好好好 我马上过去 好嘞 好嘞 你好 我能借一下更换用的吗 好 你打吧 好 来 树莲儿是我啊 你哥正在喝酒呢 妈怎么了 啊 书 书凌 书凌 书凌去找他哥了 大宝 你 帮 帮我书凌 把我帮 只要有我一口饭 书凌就饿不着 您放心吧 妈 妈 我在这儿呢 妈 你 你 你哥 你哥 对我不好的爱 他没 没伺候过我 我托 举为辉 天的阿玛 写了 写了一文一筑 妈 你别吓我 我不要一出 就想让您好好的 没事您没事啊 有我在有大炮在 不会有事 妈 您不是还要等丧颜回来吗 丧颜还有两年就回来了 您好好的等着他妈 妈没事的 你别吓我呀妈 你妈 妈你跟我说句话吗 妈 老师,你来吧点 你们爷俩,快点 什么情况啊,这老太太 早不有事,晚不有事 偏偏这个时候有事 没事吧,还我 叔叔,快点看 没事吧 准备后试吧 我再听一种说 三店房,你一间,你哥一间 他那间也给你了 妈,你要说什么,你告诉我 说 那 那间 放 给 给三爷 他 他 给我 手头 妈 我给你手头 妈 我听上演 给你手头,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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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走,快给你来磕头 妈 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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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妈 你妈可真是好人哪 你怎么说走就走了呀 老姐姐 咱俩俩还有好多话没说呢 你 姐姐,也顺便吧 哎 那我们先回去啊 哎 你们注意身体啊 哎 爸 桑妍不回来看看 我奶活的时候就喜欢她 哼 我早就说过 那小子他就是一百眼狼 能回来吗 哎 这是分子钱收了多少 没数 得有个千八百吧 一会等佩树林回来算账的时候 就说收了五百啊 为什么呀 哪耳那么多,为什么 让你说你就说 老太太病了这么多年了 一直被人伺候着 我觉得真一走啊 到时候解脱了 你想开点吗 老太太留的这张遗嘱啊 可时刻炸弹呢 我劝你做好思想准备 迎接人的户 那话什么意思啊 就你哥那德行 还有你那混蛋侄子 看了这遗嘱 还不得疯了啊 大胖 这遗嘱不都是老太太的意思 老太太最疼三人了 那我先跟他们说 实在不行啊 就把那房子让给你哥 我一猜你就得这么说 那你说我能怎么办啊 老太太刚没 因为一张遗嘱 我在跟他们打起来 唉,再说了 桑原现在出国了 那一间片房 我自己住也行 桑原回来怎么办呢 孩子大了结婚怎么办呢 唉,到时候再说吧 我会不再去 我会不再去 我会不再去